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午的话呢 其实更加针对是这个案例的一个支点讲解 然后呢 还是要问一下大家的一个基础情况 好吧 那我们今天来听个东西 有多少零基础东西 有多少零基础东西 这个背景怎么设置的 背景的话呢 就是你说的好啊 我今天要换个背景来着 我差点忘记换背景了 换个背景 然后这个背景的话呢 是直接在这个文件里面点击设置 看到没有 有一个背景图像 你直接可以在这里面去进行一个替换 好吧 然后呢 没有邻居的东西是吧 有一个 只有一个是吧 这个邻居 这个东西 T东西之前已经听过我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讲解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携带嘛 不对 不能开始携带嘛 我们直接开始今天这个案例好吧 第二个 对吧 第二个应该也是听过我们一次课的 那我就放心了 我就放心了 好吧 今天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听过基础的中学啊 那么我们今天直接来到我们的一个 网站的一个思路分析 可以吧 直接来到我们网站的一个思路分析 主要的话呢 你们先打开这个 起点中文网啊 然后在里面去随便的去选里面的一本小说 比如说我们去选这个 网链有 竟然是九天凤凰啊 比如说这个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点击这个目录啊 在目录里面的话呢 有很多的一些 章节啊 包括有一些VIP的章节 有一些免费的章节 那关于这个VIP的章节 我们其实好像也是可以看的 对吧 也是可以看的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一整本小说 全部瞟下来啊 好的啊 那么首先我们先点击这个第一章啊 第一章 对吧 这个 第146次被拒绝啊 先点击这个 然后的话呢 我们首先去找到这个 找到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吧 好吧 首先呢 来到还是一样的啊 来到这个network 在这个network里面的话呢 会出现我们网络当中所有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不对 那我们去抓包啊 去抓我们的一个章节的一个数据包 首先刷新网页 爬VIP不是犯法 怕不是犯法 这个是泄免的 好吧 泄免的由于我们 如果说你要爬他啊 对吧 我们看不完 对不对 我们一下子看不完啊 他总共就只有多少 只有24小时 对吧 我们一下子肯定是看不完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爬下来 对吧 保存到手机上慢慢看 懂吗 好吧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搜索 在这个搜索里面的话呢 我们去输入这个凤明星 凤 凤 明 星 耶 星 OK 然后呢 我们就收这三个啊 然后进行个回车 他会给我们找到一个数据包内容 对吧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当前数据所发送请求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搜索 对吧 可以看到 呃 在这里面 对吧 啊 我们所有的一个数据都在这个呃 网页原代码里面 啊 其实你可以发现啊 当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以后 呃 在我们这个head当中 对吧 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链接 那其实这个链接啊 这个链接 它就是 我们的一个 对吧 就是这个当前这个网页的一个链接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可以大致去知道 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 对吧 就是一个静态的一个网页 对吧 那针对静态网页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样去访问呢 对吧 首先我们先去拿一张的一个结果啊 先来 我们一步一步来啊 对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链接 那么针对这个链接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说内容所在的一个链接 对吧 我们的一个代码的话呢 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实现 呃 首先的话呢 我们可以代码的一个实现啊 我们爬一张小说 可以这样去爬 对吧 第一个发送请求 第二个啊 获取数据 第三个是解析数据 那么第四个的话呢 是保存数据 对吧 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爬 这是爬一张的一个流程 对吧 那看到这个流程以后 我们你们有没有 对吧 有没有不清楚怎么携带吗 同学有没有 对吧 就是你看到这个内容 这个小说内容就在这里面 对吧 有没有不清楚自己思路的一个同学 有没有啊 那我看一下啊 到底是不是都有技术 对吧 如果说你有思路 可以敲个一好吧 没有思路的话呢 可以敲个零好吧 两位没有思路啊 那爬送的一个流程 你们总知道吧 对吧 爬送的一个流程啊 就从第一个步骤 到第四个步骤 对不对 那我 我说的一个思路 什么呢 你的代码该怎么样去实现 比如说你去访问这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网站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静态页面 那我们针对这个静态页面 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就是要去访问嘛 对不对 像刚刚敲铃的同学啊 注意听 对吧 针对于这个链接啊 这是一个什么 静态页面的一个链接 对吧 那他如果说静态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 进行一个访问 对不对 直接去进行一个访问 然后的话呢 可以干嘛呢 对吧 访问就是发送请求 对不对 发送请求以后的话呢 我们去获取数据 那获取的数据呢 就是这个里面啊 就是这里面的所有内容 明白吗 把这里面所有内容全部拿到 拿到以后的话呢 我们进行一个解析数据啊 就把我们的一个小说的一个 章节的一个内容 全部给它解析出来啊 提取出来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就保存啊 然后把这个小说的一个 呃 这个章节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文字啊 我们小说的一些文字 给它保存下来 对吧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流程 对不对 啊 那样敲铃的东西能懂吗 对吧 就是第一个发送请求啊 我们按照这个步骤去做 对吧 第一个步骤 发送请求啊 可以问问题吗 可以问啊 大胆的问好吧 不要怕啊 有问题的东西记得 呃 反正我们今天是一个直播客 对吧 你有问题 你可以随时提问 好吧 然后我们会使用到这个request啊 点一个 呃 点一个get 由于它是一个静态页面啊 我们就直接点get就可以了 对吧 把这个url的话呢 也给它 同时给它存储进来 对不对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对这个url 去进行一个发送请求 对吧 然后详细描述一下url 怎么获取过来 怎么如何跟踪的 很简单 我们来到这个网页啊 对吧 来到这个网页 我们刚刚怎么做的呢 对吧 通过键盘上面的一个f12 对吧 通过键盘上面的一个f12 然后的话呢 我们打开以后啊 打开以后 这个network 会记录我们网页当中 所有的一个请求 没有意思吗 记录我们网页当中 所有的请求 包括一些图片的一些请求 文字的一些请求 以及这个网站的请求 所有的都会有 对吧 但现在的话呢 没有 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刷新网页 好吧 刷新完网页以后 我们去干嘛呢 就在这里面 所有的数据包里面 去搜索一个内容 我们点一下 好吧 可以去搜 关于这个章节内容有关的 我们可以搜这个凤明星 进行个回车 对吧 然后点击它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数据 就在这个里面 懂了吧 这个就是去进行一个 抓包的一个方式 UIL里面也是参数 怎么找规律的 这个我们还没有管 对吧 这里面都没有参数 这个UIL里面 没有任何的参数 好吧 当然规律 我们现在也没有管 我们现在只是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东西 待会我们会去讲 更加复杂的一些东西 好吧 这个是我们去搜索到的 一个网站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数据 它会对应有一个网站 在这个Headers当中 对不对 然后这个规律 我们现在没有去管 我们待会去分析 好吧 然后动态页面 可以用GET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GET的话呢 它只是一种方式 对吧 包括你的一个动态页面 它也可以用GET 你看吗 它也可以用GET 好吧 这个是看它这个开发人员 是怎么去开发的 反正我们去确定请求方式的话呢 直接去看这个链接 下面有一个request method 有没有 有一个request method叫GET 那我们去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就直接看到它 对吧 它是GET 我们就用GET就可以了 你看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大致准备好了啊 这个UIL的话呢 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以后的话呢 它会返回给我们一个数据内容 一个response 当然我们为了这个 爬送的一个 真实性啊 模拟的一个真实性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呢 去复制一些内容 对吧 复制这个cookie跟refile 我们准备一个伪装 准备一个伪装 开始了 不然呢 对吧 不然呢 还有一个UA 还有一个UA 把这三个给它拿下来 好吧 拿下来以后的话呢 统一进行替换啊 你 不然 不然我们 不然我们在干嘛呢 肯定开始了呀 对吧 我们上课时间是 这个 下午的话呢 是在两点半 两点半 对吧 你已经迟到十几分钟 将近二十分钟了 对吧 伪装 是不是为了让网页知道 你是 人为操作 什么意思啊 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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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对啊 好吧 很对 这块器换能不能详细讲一讲 可以啊 可以 好吧 然后全部统一替换的话呢 首先我们可以先把要替换的内容 先复制下来 我们要去伪装的一些内容 先给它复制下来 好吧 这是第一个步骤 对吧 这是第一个步骤 先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以后的话呢 选中 选中我们需要替换的内容 你看吗 选中它 对吧 这个是我们要全部统一替换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按住你键盘上面的Ctrl加R 按一下 然后呢 会出现一个替换的一个框框 好吧 然后在第一行里面呢 我们要去写这个 关于正则表达事相关的一些东西 去写正则 对吧 然后这个记得要点亮 这个记得要点亮 这个就是以正则去进行一个匹配 好吧 Ctrl加R就是一个替换的一个工具 但我们点击这个 把它点亮之后 就可以通过正则去匹配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在第一个框框里面 我们去输入这个括号点心问 去匹配这个冒号前面的一个内容 好吧 然后后面冒号空格 然后还有一个点心 好吗 这样去匹配啊 老师微信通过一下 你加了我微信吗 没有吧 都没有加我微信的啊 对吧 木质老师的领资料啊 木质老师领资料的那个是吧 你可以加木质老师啊 加木质老师 木质老师现在没同意是吧 不应该啊 领资料的话加木质老师啊 然后木质老师没同意 我觉得不应该 你加了什么啊 好吧 然后把这个内容写入以后啊 写入以后的话呢 呃 就看到没 对吧 你按照这种方式去写入 好吧 我复制发给你们 你们可以看一下啊 然后的话呢 点击这个全部替换 好吧 点击这个全部替换 他就会把这个内容全部给他替换完成 可以吧 啊 加了的话呢 你如果加了的我们 加了我们这个木质老师的话呢 会呃 他们那边会自动同意那个好友申请的啊 啊 好吧 稍微可能稍微等一下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替换好了啊 看到没有 这个 呃 叫 什么 这什么英文啊 我的天啊 不行啊 我要 我的好奇心啊 住住我 我一定要知道这个英文单词是什么 雷丁顿 什么玩意儿 就雷丁顿的啊 很离谱 试了三节课终于成功了啊 恭喜你 恭喜你啊 就你去按照这个试的话呢 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 按照我那个步骤去试 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 对吧 除非你没有听仔细 对吧 如果说你会这个 会这个正折的话 你你会 你会更加的简单啊 你直接去写就可以了 对吧 按照你如果说会正折的话 包括你可以耍一些其他的花样 都可以 我收不出UI啊 可能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去刷新网页 好吧 可能是你没有刷新网页啊 就你打开这个network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啊 就我正常按照这个去打开 对吧 我们去搜 你是发现收不到任何内容的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刷新网页 好吧 刷新以后我们再回车 看没有 记得要刷新啊 因为我们network的话呢 是记录啊 它是记录我们的一个所有请求 所有的一个请求 对吧 记录所有请求 当然 它的一个记录是什么呢 是在它打开以后开始记录 你看为什么 它不是在你打开这个网站的时候开始记录 它不是啊 不是打开网站的时候开始记录的 它是你打开这个network以后 你看为什么 所以的话呢 我们需要刷新网页 才能够进行一个加载 懂吗 这个 心若不动 还有这个 这同学能明白吗 好吧 这个是它的一个规律 OK 那么我们把这个headers的话呢 也给它准备好 headers等于这个headers 好吧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response 是一个响应的一个结果 访问这个网站 它会给我们一个固定的响应 对吧 给我们一个成功与否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运行以后 是response 200 对吧 200的话呢 就是访问成功了 那我们接下来去获取数据 去拿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吧 那怎么去拿呢 我们在后面的话呢 点一个test 点test 可以去拿到这个数据内容 好吧 右键运行 OK 运行完以后的话呢 这里面就会把这个网页原代码 给它全部 全部打印出来 对吧 全部打印出来 当然我们还要去确定一下 这个数据 网页原代码 我们这个控制台里面 打印的内容 有没有刚刚想要的 对吧 发现有 对不对 发现有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就可以去提取这个数据了 懂吗 就可以去提数据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去 解析数据吧 好吧 这个是一个 html的一个数据 网页的一个数据嘛 接下来我们做第三个步骤 解析数据 好吧 解析数据的话呢 就是说把我们想要提取的内容 给它提取出来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解析数据的一个目的 那关于这个解析数据好像 你们去看这个网页啊 会发现有一点奇怪的地方 你们发现有一点奇怪的地方 这个很奇怪 你看 你们看出来没有啊 你们 学过这个网页的 学过这个html的 你们看出来没有 不是 不是全在一行了 我们以前讲过 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网页的一个标签 对吧 网页的一个标签 就一般它是长什么样子呢 一般它是长这样的 对吧 一般如果说它是P标签 它是长这样的 它都是成双成对的 对吧 都是成双成对的 要么是A 要么是其他的 对不对 要么是这个DIV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表现 对吧 或者说 它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 对吧 它一般是长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有一个imagine 后面有一个斜杠 对吧 它一般是长这样的 但是这个P标签有问题 对吧 它没有 它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有一个头没有尾 对吧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匹配才好呢 那大家想一下 对吧 我们该怎么去匹配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方法 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 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正则 去把这个内容给它提出来 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去构建它 对吧 这个 对吧 我们需要把它和这个里面 对吧 和它这个里面的所有内容 把这个内容 我们全部的给它拿出来 能明白吗 把这个所有的内容 全部拿出来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一种方法 但是这个ID 我们也给它换掉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一种方法 所以的话呢 我们里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做 首先的话呢 我们可以导入一个 二一 对吧 导入一个正则 对不对 然后我们使用到这个正则 去帮助我们匹配我们的一个内容 我们首先把这个给它写好 对吧 这个写好 然后以后的话呢 就是一个 在哪里匹配 第二个是在哪里匹配 这是第二个三数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吗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吗 你们想一下 我们在后面来给它打印一下 对吧 确认一下 这样可以了吗 对吧 不可以 为什么 对吧 明明我刚刚这个方法好像是没有错的 但是不可以 对吧 因为它有换行 注意 我们在里面加一个21.s 好吧 看到没有 加了这个21.s 我们的一个内容就出来了 懂了吧 看到没有 那如果是为什么要加21.s 这是一个什么原因 对吧 其实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html data给它打印一下 好吧 其实你大致就能知道了 对吧 我们刚刚说 这个 没有一个换行 对吧 我们刚刚说过 没有一个换行 那这个换行 是什么意思 来我们来看一看 你们可以看到 就我们正常要匹配的一个内容 是不是要匹配这个DIV 对吧 这个DIV里面的内容 但是中间有了换行 那么换行的话 我们在认识当中 如果说我们不加这个21.s 是没有办法去匹配这个换行的 你看吗 它就只会在这一行进去匹配 结果它发现没有匹配到任何内容 所以它给了我一个空 但是如果说我在后面加了一个21.s 它会换行给我去匹配 你看吗 可以一行匹配了 没有 往下面去匹配 一直匹配到这个结束 懂了吧 然后的话呢 这里面 对吧 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 就拿到了 对不对 拿到以后的话呢 我们要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处理 所以的话呢 我们先把它提起出来吧 先给它拿出来 通过这个中够号0 拿出来看一看 OK 结果发现它长这样的 对不对 它长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怎么办呢 好像还是不太对 对吧 就一个内容它总共有这么长 关于我们去看小说的话 这样去看好像也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P标签 这个P 这个单独的P 我们要给它替换一下 对不对 我们要给它替换一下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面 每一个P 注意是每一个P 它都是一个什么呢 都是一行 对不对 每一个P都是一行 那也就代表着呢 我们这里面要把这个P 给它变成换行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我们要给它拿到 这个是一个Test的一个内容 对吧 Test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针对这个Test呢 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替换 我们点一个Repest 对吧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斜杠 来一个P 给这个P呢 给它变为什么呢 变成这个换行 对吧 变成这个斜杠N OK 那么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Test 对吧 我们把这个Test 给它打印一下 来啊 看一下结果 看到了吧 这样的话呢 就变成了一个 正常去看小说的一种 一种格式 对不对 然后前面这些东西 前面这些东西 能听懂的东西 可以敲一一好吧 能听懂东西 或者不敲一一吧 可以刷的千花都可以 好吧 听不懂的 现在可以问一问 给你们时间 你们可以现在问一问吧 都能懂是吧 都能懂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 一个保存数据了 对不对 老师建议把UIL的 规律放在前面 我们一步一步来啊 这个不用着急啊 对吧 然后就是保存数据 关于保存数据的话呢 我们会直接使用到 位置open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里面就是1.tst 对吧 这随便先命一个名字 随便命一个名字 然后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model 等于这个wb 不对 我神经病了 等于w 然后呢 这个encoding 它的一个编码 等于这个utf-8 然后add一个f 对吧 f.1.rat 把这个test 给它写进去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文件 把这个内容 第一张给它保存下来了 对吧 我的几点就拿了 在这里 对吧 就可以把它保存下来了 好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去 爬一张的一个方法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多张 好吧 下面我们来看多张 呃 没有标题吗 这个先不管啊 标题我们先不管 我们来到这里面 好吧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要去爬这个 呃 多页的一个内容 对吧 爬多张 啊 因为我们现在 这里面只爬了一张 所以说这个标题 我们暂时可以先 不用去管它 但如果说你现在 就想要去把这个标题 给它提取出来 啊 就想要拿这个标题 其实也可以 对吧 也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标题啊 通过这种 对吧 通过正值啊 去取到这里面的一个 span的一个值 也可以 也是一样的 好吧 但我们现在先不提取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想一想 我们接下来要去爬多张 我们该怎么办 对吧 我们要爬多张 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一张 我能够解决 对吧 那要爬多张 那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多个 要多个章节的 一个链接地址 对不对 要多个章节的 一个链接地址 要把它 两批量的进行改变 对吧 一个一个换 那你觉得这个一个换 是不是有点傻呀 对吧 是不是有点蠢 对吧 我换第一个 我又换第二个 对吧 神经病啊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不太行 对吧 而且你去看它的一个规律 你会发现 其实它们之间 没有任何的一个规律 对不对 之前那个同学 这个 叫查理 有一个英文病同学 对吧 他说 老师你建议你把这个规律 放到前面 对吧 原因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对吧 它没有任何的规律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对吧 那你就要去找到 就要去找到 这个链接的一个来源 看到吗 就 这些链接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HTM Theta是什么 就是网页元代码 就是网页元代码 好吧 然后 那你们大概想一下 就这个链接 它会出现在哪里呢 对吧 就这些链接 它会出现在哪里 是吧 都你脑子想一想 它会出现在哪里 其实就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看没有 在这里 全部都在这里 所有的链接 神经病在数据库 自定义变量民 总是答非所问 好吧 我们所有的一个链接 它都在这个里面 你看到吗 都在这个里面 好吧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来 对吧 要去找 找什么呢 找到所有的一个章节链接 好吧 为什么在里面 问得好 问得好 你想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里面 对吧 我们刚刚这个页面 是怎么过来的 对吧 我们刚刚这个链接 我们这个详细是怎么点开的 你们想一下 怎么点开的 对吧 你们想一下 对吧 是不是点击这个章节才进来的呀 对吧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去跳转到这个详细 我们该怎么跳转啊 是不是 就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通过F12 去点开 好吧 我们在这个里面 要去找到详细页的一个数据包 详细页 它的一个链接在哪里 这个我们得找到 而昨天那个反扒了 现在是扒的是零字页了 哦 那我等我讲完课 我给你去远程看一下 好吧 看一眼听个东西啊 你可以换一下cookie 或者说 把其他东西调一调 那个关于 那个data也给它换一换 好吧 都可以啊 好吧 换一下headers 那么 现在的话呢 我们先来刷新网页 刷新网页以后的话呢 我们去找这个 第一章 好吧 找第一章 灰车 在这里面 对吧 再去找一下第一章 看没有 那在这里面就有它的一个链接 对不对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链接啊 看到没有 这是它的一半 对吧 好吧 那我们下面的话呢 就去提取它 就去提取这个 可以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去取到这个 取到这个cf 对吧 按照这个去提取啊 那么 还是一样的 在上面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代码 先给它提前注释一下 好吧 注释以后的话呢 我们先去拿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的话呢 其实 其实很简单啊 这个链接 你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搜了一些 这个第一章 对吧 在第一章里面呢 会有一个链接 会有一些短的一个链接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链接 给它打开看一看 对吧 打开以后的话呢 这个链接 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 详情页的一个链接 对吧 看到没有 对吧 没问题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方式 去下载这个数据了 先把所有的链接拿到 对不对 那首先的话呢 还是按照上面的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发送请求 那对谁发送请求呢 我们准备一个UIL 对不对 对它去发送请求 对没有 这个是第一个 对吧 我们通过request 去点一个get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准备这个UIL 把这个headers呢 也给它传进去 好吧 传进去以后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点一个test 对吧 这个步骤我们可以加快嘛 对吧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请求怎么发送 对吧 我们可以加快一点点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 也是网易元代码 对不对 那也是网易元代码的话呢 我就先以这个名字 先命名一下 HTML data 好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使用到 这个解析数据 那我们怎么去解析数据呢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解析 对吧 这里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复杂的 对吧 你也可以去选择这个正则去解析 对吧 还是标签定位法 对不对 有很多方式 但是这个 主要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要匹配的那种 先给它干掉 好吧 然后呢 这个也是的 这个也是的 好吧 然后这个也干掉 就一般它的一个链接 是它长这样的 好吧 然后这里面东西我也不要 不过你也可以用正则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对吧 但正则的话呢 我们会写的有点长一点点 好吧 你可以用正则 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去匹配这个点心问 对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点心问 然后都把这个替换一下 对吧 这个语法就可以这样去写好 不过能不能匹配到东西 我们待会还得去看看 好吧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括号 点心问 好吧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标题 标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测试一下 能不能匹配到内容 对吧 这里可以发现 它可以去匹配到这个章节 对吧 可以去匹配到这个章节 那证明着我们 目测 目测这个匹配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正则 但是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好吧 我们这里面就用正则吧 直接使用这个 R1点一个findout 对不对 然后把里面的一个内容呢 给它截取 然后呢 首先是一个匹配的一个语法 以及的话呢 还有这个HTML data 对吧 在哪里匹配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话呢 会直接去打印一下 这个是一个 info的一个list 详情信息的一个list 对吧 把这个内容给它全部打印一下 来看一看 没问题吧 推荐朋友的一本书 然后这里面每一个章节 对吧 所对应的一个名称 还有这个链接 我们就全部的给它采集下来了 对不对 看没有 每一个章节 所对应的一个链接 包括它的一个名称 我们就全部拿到了 对不对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说 可以去对这个内容呢 进行一个循环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下面的一个 先给它取消注释一下 可以吧 然后我们循环这个info list info list里面的话呢 会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的话呢 是链接 对不对 第一个是链接 我们用一个link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tetle 对吧 刚刚有同学问到 这个tetle怎么不准备的 tetle就来了 好吧 循环这个info list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内容稍微的改一改 包括这个link 对吧 这个url我们可以干掉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url 给它换成link 以及的话呢 像headless不变 对吧 还有这个response response的话呢 前面没有命名 所以这里面我们不用管 对吧 像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html data 这个是不可以的 我们改成这个link 然后data 好吧 改个名字 然后里面的话呢 这个也改一改 是吧 然后 这样的话呢 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是吧 我们先不保存 保存这里面 我们还要修改一下 我们先不保存 先只是先把这个前面的一些内容 先给它打印一下 好吧 tetle tetle再加一个换行吧 斜杠 加一个换行 可以吧 加两个吧 可以吧 这样不行啊 这样不行吗 这样确实不行 对吧 注意了 因为我们的一个link 它不完整 对不对 它不完整 确实不行 对吧 我们在后面加一个link 还没有 link和tetle都没有复制 怎么没有复制啊 我们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循环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info list里面的一个内容啊 对吧 我们循环的就是它里面的一个内容啊 然后这里面的一个内容是以什么呢 以这个对吧 看到没有 以这个链接 还有这个 叫做标题 为组合的 对吧 那我们循环出来 这个link 就是这个圆竹里面第一个内容 那么这个tetle就是这个圆竹里面第二个内容 然后依此类推 懂吧 那不信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注视一下 老师我不信 对吧 你可以把它注视一下 然后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link 对不对 还有第二行的话呢 我们打印一下 就只打印这个link 对吧 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们的一个链接 对不对 然后最后面的话呢 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啊 后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们也给它匹配到了 这是啥 这是后面的章节啊 没关系 后面的章节就没关系 对吧 后面是付费的章节 然后前面是免费的章节好像 我们来看一下吧 对比一下 对吧 没错啊 是没错 对吧 我哪里没有负质呢 对吧 我们在后面打印一下这个tetle 你再来看一看 对吧 这样哪里有问题 对吧 哪里有问题 你看 你能看出来吗 对吧 能懂吗 哪里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这位同学 懂了啊 好吧 然后这个我们就注释 然后把下面的话呢 取消注释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运行看一看 对吧 这就出来了 就把每一个章节都给它爬下来了 对吧 只不过我们还没有保存 关于保存的话呢 对吧 保存的话呢 我们一般看小说 你会把一本小说 给它放到 放到一个链接里面 对吧 放到一个文件里面 对不对 对吧 所以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改一改 把它改成这个 改成这个小说的一个名字 对吧 改成这个小说的名字 这个小说叫 叫什么 叫这个 其实我们待会还可以去爬多本 对吧 我们待会通过我们刚刚的一个思路 还可以去爬多本小说 对吧 按照这种方式 注意后面的一个写入方式 我们得改一改 改成A 懂吗 改成A W加 A是J加 A是J加 好吧 我没记错吧 这个我不可能记错 是你记错了 我没有记错吧 对吧 W会覆盖 W的话 那会覆盖 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两个W加了 完了 我感觉我危险了 我这种方式是没问题的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 这个T同学 还有大家同学 还有这个 你们三个是怎么回事 你们三个 串通好了是吧 串通好了 你们三个 没有问题 你们三个有问题 点名批评好吧 点名批评 对吧 直接在网上下一个 TSD不香吗 不香 真的不香 一点都不香 我下过 你以为我没下过 对吧 我之前想看一本小说 结果我在网上下了一个 TSD 好家伙 结果发现里面 一百个字 有三十个错别字 你爽吧 很爽吧 对吧 你们自己去试一下 就知道了 对吧 你去把一本TSD 给它下载下来 结果发现里面很多 贼 巨大多的错别字 好吧 不信你们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好吧 这个 盗版的 对吧 小说错别字很多 它为了 不被 那么呢 不被追查 所以的话 它会 加一些 这个错别字 它会把一些 正常的字 给它改成错别字 懂吗 好吧 当然你去盘 那个笔句格也可以 笔句格也挺好的 小说不在起点 刚来不准就问 起点付费的章节能爬吗 你有权限就能爬呀 我们一直说过 对吧 你有权限你就可以爬呀 没有权限你就爬不了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它是有一些这个 免费的 对吧 免费的 还有这个实现的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我们就直接用 这个方式 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 然后其实我们还可以改一改 我们可以去爬多张 对吧 我们可以去爬这个多个章节 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搜这个 抑郁战场 对吧 我们可以去爬多个 想法付费 你给我一个VIP 好吧 你给我一个VIP 我给你爬下来 可以吧 那我们下面去爬多本 可以吧 爬多本 那么这里面的话 那我们来一个 等一下 之前听另一个老师说 我见多识广 主要是见多识广 听别人污蔑我 然后这个是一个book book的一个 url 好吧 然后我们可以都给它 嫖下来 request 点一个get 然后把这个header 把这个url 给它准备好 等于一个book 就是这个 叫查理呢 叫这个headers 等于headers QQ音乐也是我讲的吗 对啊 没错啊 怎么了 有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那我解释一下 那个UIL怎么 参事怎么找到的 这个 怎么跟你说呢 这个UIL 它是 它是那个 以前的一个接口 是以前的一个接口 你要说怎么找到的 我只能说是 以前我们去爬那个QQ音乐的时候 去拿到了一个接口 然后到现在是还能用的 好吧 AES 你这个AES加密的话呢 要 这个多页 不对 多本小说 我们就不爬了 好吧 多本小说 我们就不爬了 其实很简单 多本小说的话呢 你们只需要去改掉那个 改那个ID就可以了 改这个小说的一个ID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这个我们就放一边吧 然后今天 在明同学说 这个爬视频都是 电源文件加密 你不会是爬的腾讯视频吧 你不会是爬的腾讯视频吧 不对 你不会是爬的腾讯课堂吧 对吧 张海明同学 我感觉你爬的是那个腾讯课堂啊 腾讯课堂最好不要去爬 最好不要去爬 好吧 之前 之前有人就是 之前就有这个 有发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啊 就有人去 把这个东西爬下来 然后拿去贩卖 然后判了三年 现在应该还在里面 盗卖 对 有人就专门做这个 然后拿去盗卖啊 这种最好还是别爬 好吧 反正你们 你们如果说是我们系统科生学员 对吧 你们本来就是我们系统科生学员 那么 反正你们的录播是永久可以看的 对吧 最好不要做这种事情啊 我才看几天直播 怎么爬得下来啊 不缺乏有这样的人才 不缺乏有这样的人才 对吧 关于这个加密的话呢 我们AES加密啊 我们的一个系统课论当中 在GS解密专题里面 是有讲的 好吧 你可以提前去看一看 这个张海明同学 然后 现在我重新看一下 就Network就没有那种UIL 那种规律怎么找 这种规律的话 它就是接触 它会是到 涉及到我们的一个 GS逆项了 好吧 就现在的一个QQ音乐 你再去划的话呢 就会涉及到GS逆项了 就不是说我们随便去找一个 接口就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了 好吧 这也是为什么说 我们会用以前的接口 而不用现在的 原因就是 是因为它的一个 它本身的一个方法就变了 好吧 它把这个搜索的一个接口 都加了这个接生意向 以及这个下载歌曲的也是一样的 下载歌曲的一直就有 好吧 然后我在那个公开客用的一个UIL 和它传承的一个规律 我都是用的以前的一个接口 然后它是怎么传承的 以前的这个怎么传承的 在我都讲过 好吧 我都讲过 在我的一个 那个叫 里面都讲过 因为很多网站都加了反扒 很多接口 过段时间就不能用了 学怕创事学规律 对没错 学怕二种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你去掌握一些反扒的一些经验 对吧 包括你应对一些 网站的时候的一些措施 你就可以去做吧 最后来能否找个视频 找个音乐 网站详细讲一下 这是 那不就是后期维护 没错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 项目的一个后期维护吧 比如说你去 像比如说你要去 爬一些项目 爬一些这个 爬抖音 对吧 爬这个西瓜视频 或者说爬一些短视频 这些网站 对吧 那这些的话呢 就是你需要 你需要把它爬下来 第一次爬下来以后 可能之后 它会进行一些更新 那更新的话呢 你可能就需要去加 对吧 再加一些反扒 反反扒的一些做事 它每更新一次 你都要反扒一次 你都要重新搞一次 对吧 只讲UIL的跟踪和获取 现在是没有办法去做的 像这个Q音乐 QQ音乐的话呢 你看 QQ音乐 你可以去看 对吧 在这个里面 去点击一个 对吧 我们的歌 然后这里面要登录 对吧 我就随便登录一个 然后登录以后的话呢 我们来这个检查 那么搜索的话呢 你可以刷信以后 对吧 直接去搜什么 搜索我们的歌 对吧 直接去搜这个 然后它会给我们返回一些内容 对吧 那哪个是我们那个数据包呢 这个就是 它的话呢 就是我们那个数据包 你可以点一下它 好吧 点完它以后的话呢 这里面有个preview 然后这个可以给它展开 body里面有一个sum sum里面有个list list的话呢 就是我们搜索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搜索出来的一个结果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是 好吧 里面没有UIL 有啊 怎么没有UIL 这个是啥 对吧 这个是搜索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个里面是没有音乐播放的一个地址的 那音乐播放地址要怎么做呢 你还得去抓包 对吧 要抓两次 这个你得抓两次 比如说我们再去播放一个 都是要VIP的呀 做个人吧 都要VIP啊 我们换一首歌 换一首歌 我们换一首什么呢 换一首这个吧 然后还是一样的 你可以去点击这个播放 然后在这个页面再去进行一个抓包 好吧 在这个页面再进行一个抓包 OK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你可以先去找到这个 先去找到这个Media 对吧 Media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链接 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音频的一个链接 对吧 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呢 去进行一个检索 在这里面可以通过这个链接进行检索 对吧 当然检索你可能你不要复制全部的 大家只复制这一段内容就可以了 复制这个 看到没有 这是音乐的一个文件名 你可以复制它 然后搜索 搜索出来之后 对吧 两个数据包 然后下面这个数据包 就是我们这个链接的一个所在地址 看到了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会有 会有很多啊 数据包很多啊 你要一个一个去找 对吧 但据我的一个了解 应该是在这个里面 我感 我感觉应该是在这个里面 一没有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去找 七啊 在七里面是吧 在这里面 啊 看到没 对吧 在这里面有个PURL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链接例子 好吧 就这么去构建的 可以吧 懂了吗 然后的话呢 它里面 对吧 访问肯定会去不到啊 对吧 我们刚说了 它是一个加密的呀 对吧 它是一个加密的呀 你 你访问肯定会去不到的呀 你一定会去不到 而且它还是一个POSE的警觉 对吧 你能拿到它见了鬼了 对吧 我说过 我为什么我在公开课 不会去讲这个内容 对吧 因为它不是 不是你们现在该学的一个东西 连正常的一个请求都没学会 对吧 就来学这个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系统课程当中 会去着重去讲的一个 在后续的一个专题课程当中 我们会着重去学习的一些内容 对吧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系统课程 可以了解一下 好吧 观开课我们不会去讲这个玩意的 我们只会去讲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案例 然后对于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东西 我们系统课程当中会去教学吧 好吧 包括这个 还没有 对吧 以及下面的这个 这些东西吧 对吧 这个是GS里面的一个内容了 刚刚的一个内容 对吧 然后还有下面的一个验证码的一些绕过 还有字体反爬 对吧 包括滑坏验证码 以及APP发送 这些东西我们在系统课程当中都会有的 好吧 我们观开课不会去讲这个内容 好吧 希望你能理解 刚刚那个7里面 组装一下链接 我知道啊 可以访问啊 对吧 但是反爬 他反爬的不是这个 他反爬的是这个 看到没有 对吧 那这里面有这么长的一个你要提交的数据 还包括有这个上映参数 然后这个上映参数 还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 你要去构建它的一个上映的一个规律 对吧 以及这里面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参数 它是怎么样的 你都得知道 对吧 你有一个出错了 可能你就拿不到数据了 懂吗 好吧 然后这个 接口我们已经找到了 反正这个规律的话 我们就不去说了 我们在系统课程当中会教学 我们观开课是不会去教这个内容的 好吧 老师是湖南的吗 你怎么知道啊 不经意的口音 车都被你发现了 哎呀 完了 我还有口音 好尴尬啊 好尴尬 公开课只停留在HTML文本界面 我们包括公开课也会去教学一些 Json的一个数据 对吧 也会去教学 不过一旦涉及到解密这些东西 我们就不会去教学了 好吧 本来我们小白就多 太多了也消失不了 当然这也是一种 对吧 好吧 然后我们顺带就去介绍一下 我们系统课程吧 好吧 解密是有点违法吗 不是违法 不是违法 什么玩意儿啊 老师解密违法 对于小白来说 这个内容难度很大 对于小白来说 这个内容难度很大 所以我们不会去讲 好吧 我们只会去讲 在公开课我们只会去讲一些 比较没有难度的一些东西 42行怎么搞的 42行哪行啊 这行是吧 是这样吗 这个就是正值啊 能不能帮忙 爬一本小说 可以啊 你把小说名字发给我 我给你爬下来 对吧 对于系统课程 我们就不去多说了吧 好吧 不对 不能不说 系统课程我们什么时候说呢 对吧 先把张安明同学 这个小说爬下来吧 好吧 你把小说名字发给我 笑话的铁身高手 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广啊 反正你说这个 好像有点广啊 好吧 就这种名字的小说 满地都是啊 是他的吗 是他的吗 这个好像要付费啊 这个到后面好像要付费了 对吧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到后面好像要付费了 你可以爬道版了 没事吧 爬道版的问题大不大 如果不大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道版的 给你爬下来好吧 没事啊 那我就给你爬下来啊 我们写一个 这个是 也是他啊 这个好像也是他 没错 然后最新章节 没错啊 他只有章节没有那个 他到后面就没有那个章节名称了吗 好吧 就没有了 没有就没事吧 你就爬他好吧 然后 先访问这个 重新写一个吧 重新写一个啊 这个我就不去讲了啊 我直接写了啊 快速完成了啊 这个好几个典型问 为啥 只复兴 什么 44 那个好几个典型问 为啥 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直接去提 你这里面的一个 哦 这么多 东少同学 你说的我好像没太看懂 你可以再重复一遍 你可以重新说一遍 我没有太懂了 然后这个就是去提取数据吧 顺便的话呢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七种课程啊 然后如果说是有同学们想要去学 学PASS呢 想要去就业 想要去找工作的东西呢 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一个 清风老师 好吧 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一个清风老师 去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系统课程 好吧 我们系统课程的话呢 是针对 从一个零基础 到职业化的一个课程 然后 详细的一个教学呢 我们在 就是你们刚刚说到的一些 比较复杂的一些教学 一些比较 老师是马士兵的吗 我们是清灯教育啊 我们是清灯教育啊 假粉丝 那个假粉丝 开课时间的话呢 我们他们安排的是 是中旬 他们安排的是中旬 也不是清灯教育 清灯老师啊 好吧 我们没有所谓的一个清灯老师 你误会了 清灯教育是一家公司 对吧 没有所谓的清灯老师 清灯老师你真的是记错了 没有清灯这个老师 只有清灯这个 对吧 不要误会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 等一下 它的一个编码我们还不清楚啊 万一它是乱码的呢 我们顺便 怕它乱码 我怕它写的时候乱码 我们这里面来一个 Response 点 enco DIMG等于一个 YouTube 好吧 这个是Response 然后 html 一个 data 然后这个是等于一个 Response 点test 然后这里面也复制一下 再来个1 再来个1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去 请就以后啊 那这里面不行 点coding 等于 UTF 然后呢 我们会 去进行一个解析数据 在这个详情里面去解析数据 好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去搜它的一个内容 对吧 其实都在这个 都在这个DIV里面 所以的话呢 我们去匹配 就可以去匹配这个DIV 使用21.1 看了几天录播 就是反伐助理不了 很正常啊 对吧 因为反伐这些东西 我们在公开课 根本就不会去讲啊 对吧 然后这个是test的内容 我们把这个test 给它打印一下 然后取出来啊 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的话 我们把BR 把这个BR 点一个replace 把这个BR 给它换成 换成BR 在我们HT面当中 就是斜杠N的一个意思 然后呢 还有一个NBSP 还有一个NBSP的话呢 就是空格的意思啊 把它替换成空格 然后还有这个 这样应该差不多啊 对吧 应该差不多了吧 来我们看一看 没问题了吧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下载的一个小说 然后 小说的标题 我们要不要加上呢 你可以看到 那上面的话呢 就有小说的一个标题 对吧 我们再把这个广告 给它换掉啊 这广告挺环的 对吧 把广告也换掉 替换为空的 对吧 然后这样再去保存就可以了呀 好吧 这个是一个 test 然后你可以在前面把这个玩意儿啊 把这个tattle也给它加上吧 好吧 然后我们通过 always open进行一个保存 笑话的 把这个标题复制一下 点test 然后model 不对 等于a吧 然后这个网站它 它有时候会崩啊 就你爬的过程当中 它会崩 所以你可能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 可能稍微要去 这个 要把这个章节给它打印一下 把这个章节 链接啊 这个章节 以及这个链接 给它打印一下 就爬到哪里了 我得看到 不然在哪里报错了 我都不知道 好吧 来看一看吧 怎么让它不崩 你帮它换一个服务器吧